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鲁道妻子苏菲 杜鲁道日前从英国返回后出现不适 今天接受2019冠状病毒筛检 呈阳性反应 这是全球首个第一家庭出现确诊病例 苏菲 杜鲁道Sophie Gregoire Trudeau 四日协同女儿及杜鲁道母亲玛格丽特 杜鲁道Margaret Trudeau 在英国伦敦参加一项大型慈善活动 返家后出现不适 这项以青年为主题的活动 总计有13000人与会 现场关盖云集 包括英国名厨杰米奥利佛 Jame Oliver 澳洲前总理吉拉德 Julia Gillard F1冠军赛车手 韩密尔顿Lewis Hamilton等多位知名人士与会 加拿大总理府今晚10点多发表声明指出 第一夫人苏菲 杜鲁道返家后 深夜出现发烧等轻微症状 决定进行筛检 确诊后 苏菲目前症状轻微 状况良好 将持续在家隔离 也将采取所有建议预防措施 医护人员将联系与第一夫人接触过 并认为有必要联系的人 苏菲 杜鲁道 也透过总理府发表谈话 感谢所有关心她健康状况的人 她说 尽管我正经历这种病毒的不是症状 但我很快就会好起来 与其她可能经历此疾病 和面临更严重健康问题的 加拿大家庭相比 在家中隔离实在不算什么 在英国期间 苏菲 杜鲁道还参观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加拿大之家 目前尚不清楚 她在那儿会见了多少外交人员 今天起在家自我隔离的杜鲁道 以电话与全国各省及地区领袖 讨论采取防范 2019冠状病毒传播的集体行动 此外 杜鲁道健康状况良好 并未出现不适症状 无需检测 但也将居家隔离14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